我们是M2 然后我们的目标也是拓展DeFi新边界的 这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自己的初心和自己的愿景 然后我们是基于Solana生态的一个跨链资产期待平台 M2也是通过一些低摩擦价值传递的无缝连接市场面 一些主流数字资产 然后捕捉一些优质常委资产 释放一些优质常委资产流动性 最后也是拓展DeFi这个新边界 然后我们M2这个代币是M2的核心纽带 通过宽链资产的金融服务实现主流资产 与常委资产的一个高效流动和无缝价值的一个传递 当然我们的初心也是希望能拓展DeFi这个新边界 我们是希望能将2000在市场上两大优秀的生态 Solana和波卡进行连接 我们是也在波卡上进行一个布局 当然我们也同样看好Solana的生态的一个不断的发展 以及壮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也是希望能在Solana上进行一个布局 然后第二个是M2也是一个基于Solana的跨链金融协议 然后致力于无缝链接市场上的主流资产 然后Solana作为下代工链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然后具有一些可扩展性 高安全性和高乳房性 交易费用低的一些特点 Solana的生态也在不断的发展以及完善 当然为了不断扩大Solana影响力 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到生态建筑来 安全稳定的跨链方案 我觉得是Solana当前需要解决的事情 所以我们M2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需求点和刚需点 然后我们关注到有的人还没有在做POPDOT和Solana一些跨链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始终相信两个生态不是竞争的关系 是合作的关系 所以我们通过M2Link的方案将两大生态紧密联合在一起 我们也觉得现在是当下对两个生态来说最紧急和必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相信Solana需要跨链 也相信POPDOT需要跨链 需要将自己的资产扩展出来 然后尽量扩展自己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拓展性 然后交融性和可交互性 当然这对用户来说也是更好的实现自己资产的提高资产效率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不可能只在一个生态中进行内卷 我们相信只有扩展和拓展出来才能实现双赢 对然后我们也是相信 对Solana也是同以太坊现在已经有一些技术方案 我们经过调研之后 看到以太坊有些技术方案 然后通过POPDOT的生态方向上属空白 然后为了连接优质的资产 扩大Solana以及M2生态优势 M2团队提出了一个M2Link的一个方案 将Solana和POPDOT的两大生态实现联合起来 然后取得一加一大一二的效果 对然后M2通过M2Link的匡量方案 扩大了Solana的生态边际 使得匡量资产转移 以及接待成为现实 突然Defi的新边界增态生态的互动性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的 马上就是也是在开发的 基本上已经在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也是在最后调试的一个匡量方案 M2Link M2Link是通过T1可信计算的多签门线技术链桥 实现了Solana生态与POPDOT生态的价值 互联互通 然后并兼顾了隐私于安全的数据的资产跨链 M2Link的技术方案也获得了POPDOT生态中的FALA的一个支持 然后M2Link由M2团队专门为Solana生态量身打造 因为M2Link可不是一条公链 是基于中心化的这个技术中心化网络构建的 该方案主要由系统初始化 紫密要产生过程和可信计算签名 以签名验证签名验证组成 然后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详细的这个技术方案的一个 一个过程通过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双线链桥的一个过程 就是可以通过Solana向波卡进行跨链 也可以通过波卡向Solana进行跨链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技术方案的一些细节 就是通过每个接电成为一个验证人 然后使用这个门线签名的算法 生成公司要对 然后签名者可以进行门线签名 然后最后确认这个 确认并确认这个这笔交易是正确的 然后阻止了这个作恶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从波卡向Solana进行跨链的一个过程 然后 跨链是增强区块链互操作性的终极解决方案 马尔只在允许不同区块网络资产互联信息传输 实现跨链的互操作性 最大限制释放流动性 增加Befi世界的可玩性 对 现在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产品的架构 我们定位比较清虚 我们始终相信自己定位是一个 我们始终把自己定位一个基础的服务商 也就像这样这张图上画的我们 我们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将我们的目标是将最好的资产 连接和整合在一起 为用户提供一个现阶段来说 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这也是我们将自己定位 Amara Finance的一个金融协议的关键 我们不同于一些传统的DeFi项目 只是提供一些零散的功能 然后需要用户自己去组合以及配对 我们希望能做的是通过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为用户提供最好最恰当的金融服务 真正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金融需求 真正释放金融的可玩性 然后减少这个金融现在现存的金融摩擦 然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产的使用效率 对现在你可以 这是我们的整体一个技术架构 我们通过Marlink 然后将一些优质的资产 Pokedot 然后还有一些Pokedot上的一些优质的资产 然后通过Marlink 链接着索安娜的生态 然后将我们链接索安娜的生态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链接索安娜的生态 然后也将索安娜的这些生态中 生态中较优质的资产 我们纳为自己的一个借贷服务 然后通过这些服务真正送给用户 然后让用户达到一个 让用户真正能体验到最好 当下来说最好的一个金融服务 然后提高用户资金的使用效率 对然后现在我们为了达到这 为了达到这些 我们想要和想要实现的一些目标 我们提出了几个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几个特点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们提出我们也要做这样产品特点 因为常委资产 因为毕竟现在像PokeDot的一些优质的资产 其实也不算是主流资产 还是只能做一个优质的常委资产 也就是我们把它定义为 二线蓝筹的资产 然后因为我们 因为现在DeFi发展到这个境界 这个规模来说 其实当下都面临的真正 面临的不是来说 对BTC和以太的接待 而是对二线蓝筹的一个 动力的一个释放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常委资产 这个借贷的板块 然后包里 当然中间肯定是包含一些主流资产 当然还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包含一些优质 常委资产 对他们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借贷 合理动性释放 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为了实现 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提出了跨链互通 因为在一个生态中的优质 常委资产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希望把 我们希望把 Sawana和PokeDot这两个 未来比较有潜力的 供链上的优质资产 联合在一起 然后因为现在还没有人来做 所以我们自己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事情 然后通过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Marlink 实现了一个跨链互通 然后基于这个可信计算的 去中心化链跃桥 实现了波卡与其他热门 公链的一个连接 然后构建了加密世界 接待的转换中心 然后 当然利率模型上 因为还是因为常委资产来说 其实是供需或者是现在 因为现在 现在当下阶段来说 还是一个 发展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情况 有的时候会 比如某一个阶段 收益率较高的情况下 会引起当前 会引起流动性 急剧萎缩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不像主流资产 或流动性比较丰富 然后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利率 为了保证这个平台和用户的安全 我们提出了利率模型 提出了自己 独创的一个利率模型 就是利率炸弹的一个函数 然后在利用率较高 或者极致的情况下 我们对这个 我们对当下借贷利率进行修复 然后调整当前的供需情况 然后也是改善了借贷双方的一个借贷体验 然后当然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相信 未来NFT来说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收藏品 我们相信它更多来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价值 价值流转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个承载 承载物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也在探索NFT 作为一个抵押切带的样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希望 从开始的时候 释放一些顶级NFT资源的一个流动性 然后将这个顶级NFT的资源 使这个持有顶级NFT的一个用户 不仅仅能享受到NFT增值带来的乐趣 而且还能通过释放的东西 增加这个资金流转效率 和资金使用效率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安全机制 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平台上 可能 现存的资产 并不是说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 特别的 因为波动还是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提供 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安全机制 为这个为用户和平台 增加了很多的安全的一个保障 然后 我们是提出这个主流资产 与常委资产 迟与迟隔离 然后每个债池设置的上限 就超过这个上限 是我们就不进行借贷了 然后我们也提供一些保险 Sketting的一些风险保证金 这样的一个机制 还有一个增发攀卖的一个机制 多重保障 保证了一个用户的资金安全 对然后还有一个质押加速池 我们通过流行挖矿产的猫尔 引入质押加速池 正向引导用户 持有资产获取稳定收益 然后对 这是我们这几个六大 我们现在六大特点 产品的一个特点 然后现在我们项目优势 然后用团队 其实我们可以接着一下团队 我们团队是其实有一个承受 团队过渡和组建而来的 完善度比较高 然后基本上60%都是开发人员 然后也是有很多是波卡生态中的早期贡献者 所以我们也选择了索阿拉和波卡进行一个联合 因为我们对RAT的语言比较熟悉 然后还有我们技术上 技术上我们是基于索阿拉生态的一个多资产 技术代平台 也是为了拓展DeFi这个新边界 然后对 然后通过无缝链接市面的一个主流资产 实现这个价值的低摩擦的传递 然后这是产品的兼容性 我们是希望将 希望阿拉尔从借贷协议 向阿拉尔Finance的一个转变 也就是希望我们从一个借贷服务商 向一个金融服务商的一个转变 从发展一些无抵押借贷 第三方受信等等 因为现在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项目经营 合作这样的一个业务 然后还有一些跨链借贷的业务 可变利率的业务 然后真正成为这个博卡和索阿拉生态中的 索阿拉生态中的一个金融平台 然后对我们 我可以现在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 这个能看到我们我的官网吗 我现在展示一下我的官网 这个应该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官网 大家可以 因为还有一些白皮书和一些 和一些这个投资机构 以及文档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官网上查看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开发的一个借贷的协议 在借贷版本上基本上已经完善了 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的钱包 也是我的钱包 然后现在当然我们这些都是测试品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 进行一个借贷 然后 他会过我的一个钱包中 发入一个验证 一个教验 现在已经是借贷成功的一个状态 就是已经存入了 存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平常的一个收益 我可以 可以进行一个收取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我钱包中 现在已经借的一些币种 所以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的币种也在慢慢的扩充中 我们其实希望现在 通过索拉达这个平台 将现在因为阿卡拉 现在基本上已经拍到 波卡的第一条链条 所以希望能将阿卡拉 这个资产引入到这个 引入到波卡 引入到波卡中 不是引入到索拉达这个生态中 然后 对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大致的我们这样一个 这个是可以抵押的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我把它取消就OK 这个其实 现在基本上在借贷 借贷情况下 基本上已经完备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 也是在其他像一些金融资产 然后一些挖矿 DeFi和NFT 然后还有一些投票环节 也在有一些细节进行一个调整的过程 对 然后我可以 然后现在 新的功效 对 然后现在 对我 现在这个情况 对我现在弹幕应该大概跟大家介绍了 介绍完了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 这是我们的一些官方账号 大家可以 可以来了解 这是我们的一些二维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主持人我这边差不多了 好的好的 那个我来看一下 这个社区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项目大概做了多久了 可以介绍一下团队吗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半年了 团队的话是这样的 团队的话我们是 基本上是有一个成熟团队 比如星云和一些以前的公链项目 我们几个一块来做的这样一个 一个生态项目 我们是 也是为了瞄准 索拉纳这样的一个布局 因为我们相信索拉纳 未来能成 能成为这个 比较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公链项目 其实 我们其实不仅仅局限于索拉纳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觉得它还在一个发展中 所以我们 愿意在这个时间点 参与索拉纳的生态的一个建设 我们相信它其实作为 未来中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公链项目 所以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时间点进行一个布局 因为我们相信 在这样一个大的赛道中 我们的一点力量 可以帮助这个生态 做一点点贡献 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这样的事情 OK 我们除了索拉纳 我们还有其他多脸发展计划 当然是有的 索拉纳 我们索拉纳向Polygon 也是给我们提出了 也是给我们 抛来了橄榄枝 我们也在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和洽谈中 明白 OK 好的 咱们下一步 咱们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简单 下一步发展计划 现在第一 现在是我们是在各平台上 我们先部署完成我们的接待协议 第二步是通过 我们通过MARLINK 将这些 像波卡和索拉纳这样 下一代非常有潜力的公链链接在一起 我们是希望通过将他们的优质资产 整合在我们MARFINAS上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我们能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正能享受到下一代 下一代公链发展的功利 明白 可以介绍一下项目最近融资的计划吗 我们 我们 我们现在也是在 私募轮也是在正在融资的一个过程中 对 明白是第一轮吗 第一轮已经融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私募轮的过程中 OK 好的 今天在看的 投资人群体 如果对MARLINK的团队感兴趣 可以联系 团队官方 如果 对 如果希望就是说跟项目去通过我们来联系的话 大家也可以联系脑洞猫 对 但是对 然后本质上大家也可以关注MARLINK的这个各种社交媒体的渠道 Twitter 还有Telegram 还有他们的Midium 可以过关注这些这个MARLINK的新进展 对 那就是说对今天的听众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就是说一句话 我们对 我们我非常非常感谢今天今天大家有时间来听我们介绍 其实我相信大家真正来使用一下 或者是能来我们平台来 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直接线下交流 当然我们也希望到时候用户可以在我们发布测试版的时候 能真正来我们平台使用和交互一下机会 我觉得交互一下之后就真正能感觉到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金融协议来发展 而不是作为一个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来发展的一个项目 对 明白 咱们现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上线这个APP 上线的话 其实也是在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 嗯到还有一些 细节需要调整也是在内测 内测的话其实公测版本也是在准备中也应该是7月7月中旬或者7月下旬就应该能和大家见面 到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福利活动 明白明白 ok好啊那等产品上线的时候 呃希望呃再来多了还是社区和大家分享一下进展 然后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去呃试用咱们这边的产品 好的好的 好那今天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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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感谢